大家好,我是九哥 开局的话,队友就倒地了 而且还有一个队友已经被捕掉 那我们现在是一个一勺打多 看到前面走廊来了一个人 这边配个队友是把他给击倒了 我们就得听到一楼还有脚步 先在这个墙角卡一下 因为他队友是在前面这走廊倒地的 所以说他很有可能会进来这个门 果不起来,他一进来之后 我们就直接把他给击倒 然后换下弹夹 楼上还有两个脚步 这里的话,我们是锁了他的位置 在前面这个走廊,想冲上去 但是没有想到对方两个人是在一起 先放倒一个 还有一个人他没有冲过来 一看好像是拿了个温94 我们接着拨的话 也是一把M4子弹都快用光了 才把这一队给全部灭掉 这个别墅区就是我们的了 这里看到前方有超级空投 我们先不要着急 因为有超级空投的地方 可能会有很多人过来抢 果然对方是打起来了 我们看这里对方是打得非常的激烈 那我们就在旁边 远距离地去收一下人头 他们现在打得非常激烈 根本过不到我们这边远点的人 这里看到了一个吉利福 那现在都击到两个了 其实可以考虑去近点地把他们给冲了 应该都是一个比较残的状态了 我们这里过来看一下 听到脚步声 左边右边好像都有人的 那我们的话先看一下这个左边 有枪声的 我们就看一下左边是什么情况 这里看到了一个 把他给击杀 是一个直死 而且这个二楼的一个外面 还趴了一个人 这里的话再次爆头击杀 又是一个直死 而且前面还有人 也就是说刚才这波抢超级空头 是有三队人的 这里被打了 那个小房里居然还有一个人 先加一下血 房里面的人又是探头出来 那这里你队友把他给击倒了 是一个好消息 他肯定要去扶 果然拖拉机的人跑过去了 那我们就赶紧冲过去 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 不能让他扶起来 看到这里的话 没有人肯定就在这个后面了 果然两个人 直接是击杀掉 这波三队混战 我们以第四队人的身份过来收场 就非常舒服了 舔了很多的盒子 什么都不去了 开上我们的跑车 来到圈里面的一个高点 看到前面树的旁边 有一个人切换成一个红点 过去找一下他的位置 就在我们那个脚下 直接是把他给击杀掉 是一个直死 在沙漠图的话 占一个高点 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 队友是看到前面房区 有人在扫 我们也是赶紧去扫一波 其他方向也在打我们 先躲避一下 防止车胎被修 我们把车开走 这时候队友被击倒了 我们就直接把他给铲起来 直接开到破下 成功让队友免于被捕死 我们就可以扶一下了 身为一名主播 在扶人的过程中 还不忘去看一下弹幕 是吧 也可以理解的嘛 但是没有想到的就是 附近还有人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结束了这局游戏 令人绝望的游戏体验 喜欢视频的话 别忘了关注点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